那现在通过这个科学的实验发现 间断性的饮食呢 间断性的断食呢 能够帮助对人体有那么多的好处 那我来分享的就是间歇性的断食 能够使慢性的炎症 癌症的发生率都下降 长期的慢性发炎呢 容易导致恶性的肿瘤的增生 令患癌症 而且慢性发炎的指标越高呢 人体的抗病毒的能力 也就越低 间歇性断食的小鼠 慢性炎症和各种肿瘤的概率 也都下降了 这一次的病毒 其实呢 我们看到FLOCCC里面 他们这次更新的这个指南里面 就提到了间歇性的断食 那好 我们的博士继续跟我们分享 这个老鼠试验 怎么证明的这个间断性的断食 是有助于健康的 对 我之前的话 我的实验室 我就养了很多肥多多的老鼠 那我给他们吃这种 我们说叫做西方的这种饮食 给他们吃这种高脂高糖的食物 然后这些老鼠都给我养得像个皮球一样 那么这些老鼠呢 一旦他们受伤 他们的伤口是非常非常难以愈合的 他们的免疫系统不行 那我一定要通过就是给他注射胰岛素 或者胰高血糖素 调整他的血糖 那么这些小鼠就是他们的伤口才能够愈合 那么就是除了这个这个免疫系统受到影响的 那么还有研究表明的就是间歇性断食 才能够改善这个小鼠的认知能力 那如果小朋友挑食不吃饭 可能这个父母要比较难却了 因为确实间歇性断食呢 可以就是促进肌体生酮 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会促进这个BDNF 这个神经营养因子的分泌 那么这些都是有益于这个 这个记忆的这个形成新的记忆力 然后另外呢 就是有一个这个临床研究呢 也是发现 就是如果是就是间歇性断食的这个 而这些参与者呢 他们除了有一部分人 大概有大概15%的人觉得啊 就是天冷的时候不吃东西有点冷 然后有的时候情绪呢 会有点就是不太稳定 精力不太足 然后最主要就是有点饿 那么除此以外 大部分的人85%的人呢 都说他们的情绪是有整体的改善的 包括这个紧张 还有愤怒 还有疲劳的这些情绪都明显的改善 然后那么体重降低呢 也有助于就是非常 让他们增加了自信 然后他们更加积极的参与到这个人际交往中 没有 自己的家人际留家 看人们有得出亏 所以idać 解试 解试 解试